今天分享一个韩国为了缅甸创作的一种歌曲 索尔音乐高等音乐学院也非常让飞哥感动 看到韩国人这个表现跟飞哥认识到的韩国人 以前感觉不太一样 以这个音乐为背景 我们介绍一下从2月1号到现在的一个发展的历程 通过缅甸一个主持人最近很火的一个叫 他的名字叫Mianu A 之前是一个演员 从2月1号他的一个蜕变一个历程 我觉得很有代表性 我们分享一下他怎么成长的 他的成长的过程都是真实的 飞哥从他的Facebook上分享 就是1月30号他还是因为所有的没到2月1号 所有人都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 还是写的一个睡眠时间 女孩锻炼时间 特别可爱的照片 谁不是家里的小宝宝呢 谁不是家里的小宝贝呢 这个时候跟普通女孩没有任何区别 1月31号他写到一个想要倔强的女孩 出自大卫贾豪的名言 这个时候他也不知道 不知道应接他的 应接缅甸人民将要发生的什么 突然2月1号打破了一切的平静 他这时候写到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和平的待在家里 一点都不抗议 我们会根据 我们根据新闻 相信新闻 还是以我们公正的形式打击恐怖主义 这是2月1号 2月2号他写到 今天我们不接受由明昂来任命的内阁部长 第二天的成长 又写到 我毕与国家管理学院学院 NMDC主修EPP 是一名艺术家 虽然我不是公园 但我会和公园的朋友和兄弟姐们站在一起 做公民不服从运动 让军事独裁垮台 他的第四天写道 我是不想参与政治 这是为了全国缅甸人民 我必须参加 这是一个对于国家的问题 我们战斗到最后 2月5号 他又通过抖音 发送了让全世界听到缅甸人民的声音 这是他的一个变化 让其他国家和人民了解缅甸发生的一切 2月5号 如果你在街上看到士兵和警察 不要羞辱他们 也不要躲避他们 礼貌地说保护人民 让我们尽可能地接近这个动作 这个时候还是抱着幻想 对一个小女孩来说 都是很正常的一个成长过程 2月7日 愿世界知道我们正在抵抗政病 并和平反击 这个时候还生三子 这是苏雷塔 的一张照片 这是来自人民的声音 街上的人们正在行动 挥舞着民萌的红色旗帜 2月8号 在列丹森特 让人民的声音被听到 他自己也言行一致 这个时候跟普通的学生 和一个刚刚走上社会的年轻人是一样的 只能通过自己的一个和平流行示威的方式 来表达自己的一个意愿 进入2月10日加入CDM 接受每一个公民 为了自己的国家而战 离开办公室 公务员们 2月12号 黑眼圈 为什么自己黑眼圈 因为生活不再安全 2月19日 CDM是他们最大的恐惧 对于无耻的军政府 我们从一开始就不需要你 你从来不是我们的选择 他们真正害怕的CDM 我与所有人一起 向所有参与CDM的英雄致敬 CDM就是公民不服从运动 2月26日在美国联络国 2月27日春季革命 2月28日今天死去的烈士 3月3日向牺牲的烈士鞠躬 3月4日在父亲时代 社会的活动受到压制和惩罚 而在我们的时代 我们必须举取双手 去抗争 去奋斗 去斗争 3月6日 我向告诉国际社会 通过自己的方式 向其他国家的媒体 发布缅甸发生的事情 得到国际媒体的认可 3月10日最近已经牺牲了很多人 所以他说到 我已经无话可说 军人是邪恶的 军人必须仔细考虑 你所做的整个军队和你们全家 永远仇恨的事情 只是为了你们少数人的利益 3月11日写道 杀气腾腾的军事委员会 恐怖主义 3月12日 夜席 我们的人民平等吗 3月13日 被学生发声 被捕的学生已经被关押 10夜11天 3月14日 我们真诚的向所有互联网运营商 请求你们的帮助 不要删除互联网 让我们能让发出声音 让世界了解缅甸 不要让缅甸变得更黑暗 不要助纣违逆 3月16号 已经发生了很多恶性的事件 所以他也意识到了 要进入秘密工作 CDM员工 已经发生了很多医疗队 遭到殴打和折磨 军人进行了逮捕 所以要开始转向了 这个时候 3月16号是一个时间点 要转向了 和平 视为没有用了 3月23日 这几天很多朋友问我 你认为人民能赢得这场斗争吗 老实说 2月1号 我认为我们的国家真的没了 这个表明他从怀疑到看到缅甸人的觉醒 所以3月23号是他自己的一个觉醒 也是缅甸大部分年轻人的一个觉醒的日子 就是从怀疑到相信人民必将赢得这场战争 这场斗争 4月5号他写道 我天生就是胆小害怕 害怕任何东西 自己这样一事 但是我没想到轮到活的时候 我根本不害怕 我没发现 我还是这么勇敢 虽然做出的选择非常艰难 但是我还是迈出了这部 4月5日 就是从一个弱女子 到了一个女战士吧 的一个转变 因为他从4月5号 直接就跳到了7月10号 这几个月 就是他一个心路历程和一个转变 7月10号开始再次喜好 女人是不可阻挡的 没有女性 这场战斗将不会成功 没有女性 任何领域取得的成功都不容易 那通过缅甸这个事情啊 从安山数据到这次 缅甸的女孩确实特别勉敢 7月27日 韩国政府公开支持NUG 888四个八纪念三中零 8月15号写到 成功的彩票发行春季 70%的彩票用于CDM 30%用于个人 之后又两个月之后再发生 10月11日 只有我们一起才能拯救地球 只有团结起来 我们才能赢得缅甸的民主 与缅甸各地受战争影响的人民 民主 人民团结一致 10月22日 周五 PVTV团队 新的节目 人民战士的七指之声 他们的心声 革命姐妹们在这视频中分享 他们想讨论的内容 同 多亲 欧 欧马 缅甸民主和人权活动家 还有其他女性民主人权活动家 这些官兵的妻子们发出自己的声音 PVTV团队发出更多的真实新闻 远离被欺骗 这就是 Mia Nui一个演员到主持人的一个蜕变 就像我们身边的一个邻家小妹 看起来柔柔弱弱的 之后成为了一个革命战士 他不是他自己 他代表了千千万万 缅甸女孩 也有缅甸男孩 缅甸就是因为有了他们 才有希望 才有未来 飞哥缅甸说 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对飞哥的支持